欢迎收看财经知识库邦宁天才库 我是谢家伟 现代人越来越重视运动生活 但是当我们身体一动开始流汗 汗水将会使得衣服跟身体附着在一起 产生令人不舒服的年龄感 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美商纺织科技公司KOKONA 它开发出37.5技术 把这些汗水可以从衣物当中去除 让皮肤可以维持在一个最佳状态的相对湿度 让身体可以更有效地来维持核心温度 使得运动者在运动的同时可以保有更好的体能 而什么是37.5技术呢 今天节目当中带您来了解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 有在登山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 在登山的时候要面对温度跟气压的变化 很容易会造成身体不舒服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身体可以保持恒温 不被气候影响 那么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能量来登山 而这就是37.5技术诞生的原因 它可以让专业的登山者在高山行走的时候 体温保持在恒定的37.5度 37.5技术呢 它是由美国KOKONA公司研发的一种生物科技 KOKONA公司执行总裁是杰弗鲍曼 他是前Gortex机能一的执行长 而37.5技术拥有者则是Hakris博士 他是利用火山岩或者是椰子壳制作 把活性碳加入纤维之中 而这些活性碳不仅仅可以吸收湿气 还可以调节温度防止出汗 当人体过热或者是过冷的时候都可以发挥作用 让人体呢可以保持在最舒适的温度和状态之中 好我们先来了解这一项技术原理37.5技术 他可以说是把人体呢当成是一个不间断的发热机器 而释放能量最主要的途径呢是水分蒸发 那么透过蒸发散热就让人体保持在最舒适的温度 而在这当中活性碳粒子就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把水蒸汽赶出衣物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这些粒子有清水性 它可以透过静电力的吸引作用把水从皮肤上面吸出 让体表跟衣服之间不会因为存在汗水而有粘腻或者是潮湿感 第二透过嵌入活性碳粒子可以让纤维的面积扩大 面积带有什么作用呢 它就可以有效的吸收跟释放水气 达到吸湿排汗的效果加速水分的蒸发 简单来说呢也就是当人体感觉到热的时候 这些粒子它可以吸收能量帮助降温 而当人体感觉到冷的时候 它还可以辅助你储存能量保持一定的温度 这对运动员来说当然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运动员他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运动上 而不是用在核心温度管理 而我们进一步来看 到底37.5这样的技术应用在衣物上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呢是它对皮肤是有好处的 因为它可以让皮肤的表现维持在不会太干又不会太湿的较佳情况 这样一来人体就可以更有效的维持自己的体能状态 第二刚刚提到的呢汗水和衣服黏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黏力感相当不好受 而这样子的技术可以让干燥的速度呢更快 那么减少汗水黏在衣服上的不适 好第三呢这样子的活性碳粒子它是取材天然 所以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不容易过敏 而且它可以永久的被嵌入在沙线当中 不轻易的被洗掉或者是失效 那么可以应用这项技术的原料包含了有丝绸、棉 还有羊毛跟木带耳等等 而现在31.5技术呢到底被应用在哪里呢 除了运动跟户外品牌之外 其实现代人在穿着衣服是讲究机能性 那么它也被用来哦 在比较正式的像是西装的穿着上 目前应用到这项技术的品牌或是企业 包括了我们熟知的Adidas UA 还有头饰产品公司The Headwear等等 而在台湾也有许多的纺织大厂 把这样子的技术引进 包括了台湾具指家公司产业当中哦 这个三大龙头之一的宜径公司 还有蓄荣集团 而原先Cocona呢 它其实是在韩国去找合作的厂商 可是经过好几年的研发表现都不如预期 但是呢等到台湾的厂商成功研发之后 Cocona就把这个产线逐渐的从韩国移到了台湾来 而以下有几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 37.5技术对运动员有什么好处呢 从这张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 世界上最严峻的耐力赛跑呢 也就是环伯朗风耐力跑的比赛 在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赛程里面 赛跑者要穿过三个国家 而有一个法国的选手 他就穿着由37.5技术所提供支援的服饰 赢得了比赛还创下了一个新的比赛记录 而我们来看呢 另一个更有趣的例子 是37.5技术在德国的合伙人 Karl Kors公司 他们让几位参加2017年 德国汉堡马拉松的跑者 穿着这一项技术的西装 那么来参加这个赛事 其中呢有一位队员 他就穿着西装 还打破了这个世界记录 成为穿着西装跑最快的马拉松赛跑者 而看好这样子的技术 可以带给使用者更好的舒适度 Karl Korskona未来呢 还会持续扩大37.5技术的产品范围 那么透过这个泡沫 还有合成皮革 跟织物涂料等等的应用 把这样的技术应用 再包括了床上的用品 或者是毛巾 定制服装跟鞋类 还有羽绒制品 还有保护垫 这一些产品当中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37.5技术的介绍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